之後,再由秦人手裡搶回懷北的十五棍,聲勢右伏大鎮 去年,一聯同其他四國攻打秦國,大敗蒙毆的軍隊 令秦人閉關不敢應戰,楚國似乎是一夜之間恢復了春秋霸主時的姿態 話到底,楚國雖然失去了大片的國土,但復原尿闊 秦人要來公楚,的確不方便,才形成了他們的偏安中興之局 秦春懷河之難,而且楚人在這個區域有深厚的根基 人力物力也不缺乏,所以也有一番盛況 但秦春成的盛況非常嚴格,日夜楚軍把守,凡是通過城門的都要納稅 向少龍抵達碼頭之後,在江上被楚國的戰船截主 到創夫人,亮出身份,先讓他們拍案 但又不准他們登案,還要派人入城飛埔 那時候,向少龍已經換上了一身寬鬆的葡伏,隱蔽了見美的體型 蘇法也有些味老鮮衰的花白灰色,面色也有些蒼白 雙眼濃眉,也遮掩著一些眼睛的輪廓 比以前的董馬子更加不像漢蕭龍 等了整個時辰,才見到一隊車隊離城二致 帶頭的是一個大肥老,身穿寬服,年紀五十歲左右 顏世秘大,好像被酒色侵蝕了靈魂和肉體的二世組一樣 莊夫人小聲對漢蕭龍說 這個肥老就是春生君黃鐵了 顏世秘大,顏世秘大,以為這個人最多是黃鐵的家將或食客 誰知原來是春生君本人 戰國四公子之中,顏世秘大雖然只見過信寧君 但這個黃鐵和其他三位公子已經在外形之中最差 難怪四公子之中,他的聲譽最低 他有兒子趙牧,曾經寫在自己手裡 心頭不由得有些古怪的感覺 自己曾經與兒子作一番交鋒 想不到今天要與他本人交手 各位,若知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莊夫人細細說給漢蕭龍聽 說那個來迎接他們的肥老就是春生君黃鐵 漢蕭龍聽的心打了一個突厄 因為自己殺死趙牧,其實真意的身份 就是這個春生君黃鐵的第四仔 那個趙牧生的高大英俊,想不到原來黃鐵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本來戰國的四公子之中,好像平原君的早死孟常君根本都未見過 漢蕭龍只是見過信寧君,但看外形 恐怕四公子裡面,這個黃鐵是最差,而他的聲譽也最低 不過,他能夠成為楚國眾臣,只是看外形是不夠的 這個人也一定不簡單 另一邊的紀煙賢也細細聲說 比我上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肥了一點 漢蕭龍敢笑心中一寒 他記得紀煙賢曾經來過這裏 如果他被春生君一眼認出,自己是他的殺子仇人 一切人馬上懸彈,幸好由翠姿由云姿已經跟他們化過妝 使他們的年紀比原來看上去,大了十歲又多 又換了楚國的衣服和髮型 若不是有心認真地認,絕對認不出他們原來的樣子 楚國的女子衣服,比其他六國也特別寬戴和華麗的 好像現在,紀煙賢他們穿的楚國衣服 分別用鋼紅、金營、繡綠、青藍為主色 再加上龍鳳、鳥等等的刺繡圖案 還有一些樹葉花蕾的幾何圖案 構圖非常奇特生動 也可以看得出楚國人的文化是非常充滿神話色彩 還有很有想像力的 男人的衣服比較樸素 但衣服也長到露出雙腳 衣袖比較寬廣 袖口略為收束 最令人注目的是他們的腰帶非常闊大 以不同對比的顏色互相間雜 看上去也相當耀眼 這個時候,漢少龍和十八鐵衛也都換過楚國的武士服 樣子看上去也相當有趣 有時候,春生軍來到岸邊打手勢 請他們上岸 莊夫人在兩個比較粗壯的女僕人的扶持之下 慢慢地走上岸去 不知道是否是漢少龍多心 她感到重身軍衣 看到莊夫人 莊囊雙眼發光 狠狠地盯著莊夫人的腰 眼裡閃著淫垂的光芒 似乎隨時 就想將莊夫人收為私房 莊夫人和王蜆剛剛走的禮 突然間,莊夫人失聲痛哭 她說,君尚 你以為撤身的犬子作主啊 哈哈哈哈 她這樣一哭 王蜆當堂放了手腳 萬王妃千萬不要悲傷 來來來 一起放了我們府邸 再重祥計議 然後領村頭 望望韓少龍 雙眼閉著 眼睛裡面 顯了一陣涉人的光芒 韓少龍他們的身份 早就已經有人品告過王蜆 王蜆說 九陽萬先生用汗之名 果然是一表人才 本君好歡喜啊 哈哈哈哈 韓少龍這個時候馬上感到 所謂聖名之下無虛事 這個春生君 雖然沉迷走息 但只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這個人兇有成虎 不是好像他外形和面貌一樣 變了一種非常蠢凍的感覺 其實這個人最厲害 就扮豬食老虎 於是即時押沉腺線 用剛剛學回來的 帶著雲南口音的楚國畫畫 品嘗 威靈震動天下 應該是我誰光感到永恆之眼 哈哈哈哈 彼此彼此 黃蜆慢慢打亮了他們一眼 這個時候 紀英賢和趙姿 由於身穿寬大的楚服 早就遮掩了他們萬妙的身材 再加上笨角露出一些菜雪 欺傷的白髮 這當然是尤氏姊妹的功夫 黃蜆見他年紀這麼大 早就已經沒什麼興趣 莊夫人這個時候 也收回哭聲 慢慢看他介紹 黃蜆聽到這兩個年紀大一點的夫人 是萬歲光的妻子 哦 只是點一點頭 轉過頭去 反而很用神地打亮了 尤氏姿和尤氏姿 兩個女孩幾眼 眼光最後 又落到莊夫人身上 然後才說 黃蜆不如先到弟府歇斥一下 其他一齊 慢慢在商議好 項小龍眼睛一轉 他終於明白 莊夫人如果不是遇到自己 那麼他和尤氏姊妹 唯一可以用上的 就是一美人計 用美色來達到目的 因為春生君現在的神態 顯然對幫他們復國這件事 一點都不熱心 只是看他們莊夫人 何不在意 只是用神打亮那幾個女孩 這樣可見一旦 跟著黃蜆身後 有幾個食客無養的人 其他的 全部都是體型飄悍的武士 在那幾個食客之中 有個人身形特別高一點 留著一部美艷的胡蘇 長襟 胸膛 面長避窟 那個嘴唇是非常之薄的 上眼至近 閃過驚異不定的神色 很流神地打亮自己這邊的幾個人 特別是 對那個田國的流亡 小柱軍莊保義特別留神圈 莊孔看到 河小龍注意這個人 就小小聲說 這個人 就是春生君的謀事方卓 河小龍微微點了點頭 莊夫人說 不敢打擾軍相 現在撤身 只是想回去我們在仇春的田皇府 河小龍聽到微微的一惡言 這樣才知道 原來莊家仇春也有府帝 春生君聽到這句話 面上露出古怪的神色 乾咳一聲說 這件事 都等大家回到閉府以後再講 莊夫人聽到 叫他微微一震 在面紗之後的雙眼 盯緊春生君說 請問軍相 這件事有什麼問題呢 春生君無可奈何地 嘆一口氣說 唉 自從你們田國起了伴亂之後 王妃和小公子就避去巡廣 田皇府的匹捕四山前途 雕兇了幾年 最近 左令韻利闖文 見到這座田皇府 覺得很喜歡 就強行搬進去 本君雖然幾次跟他交涉 但是 他一例恃著先王墨許 一概都不理 本君對此都極為不滿 莊夫人聽到這番說話 他恨恨到整身都震了 今天天理何在呀 君相 你一定要為撤身奪回公道 春生君的嘴角路 王妃和師非常苦見的笑意 遲早本君 都要使這個小子受到教訓 但是現在形勢微妙 不如輕舉妄動 莫非你奏居勞頓 不如 回到臂座休息一下先 項少龍聽到這樣說 心不禁叫妙 現在在仇信 要自莊寶予於死地的故之然 大有人在 但由於牽涉到十幾個諸侯廣 就沒有人敢動手 所以 只要佔著有道理那一邊 當然可以大鬧一番 以營造聲勢 於是下一次說 滾上你的好意神令 這次我們來到仇群 正是要討回公道 若淡小怕事 怎能夠完成復國大業 君上請你回去自己府邸先 我們自由主義 春生君本來打魚衣宣盤 只要他們入了自己府邸 那莊夫人和柔氏姊妹 當然會成為自己床上的換物 而自己剛才說出 左令運李闖文佔了他們府邸 這個左令運 正是李源那族的人 現在李源的妹妹李燕燕 是當朝太后 所以李氏一族也水漲船高 現在呢 有哪個人 夠膽惹他們李氏一族 啊 怎知那個萬歲光 果然不卻是田南明章 而且呢 聽說也是田南部族的著名領袖 文武堅之 在楚國也有一定地位 但是 但是你們剛剛來到秀春 人丹力弱 看他們最多只有二十多人 今天想搶回田王府 哼哼 行不行啊 莊夫人也顯然猜不到 韓少龍即時要動手 叫他一陣 幾乎要出聲阻止 但幸好想起 韓少龍不是普通人 自然有非常手段 即時將說話吞回入土 春生軍不愧是戰國四大公子 他沉淫說 你闖亡 這個行為的確妄狀 好多人都看不過眼 就算李氏一族之中 也頗有媚言 諸侯國派到這裡的士臣 更加曾經聯名尚書抗議 只不過被先王一直拖著 萬將軍 如果要搶回王府 沒有人會說半句說話 只不過 李闖民家仗之中高手如雲 如果起了衝突 後果辣尿 萬將軍還請三師 日本軍 在這件事上 就不方便直接參與 他首先畫清界線 即是說自己都不會出手相幫 韓少龍一聽 心中大喜 心想 形勢如果是這樣的 更加不可以放過一場 為莊家楊威的機會 既然我搶回這個府帝 沒有人敢說我不對 甚至那些諸侯國 還會很支持這件事 那我還趁勢大鬧一場 如果在這戰之中立了威 所有人都會認為他們有 復國能力的時候 由於田國是楚國諸侯之首 就算掌權的李縣 在衡量形勢之下 都不敢賣他們的帳 於是他冷海一聲說 自反而肅 誰淺萬人 吳王義 郡常 可不可以先派人統治李闖雲 說我們馬上要收訪這個田王府 和他來的先禮後兵 剛才說的說話是孟子的名言 他中學的時候 就曾經在課文裡面讀過 他現在說得好處 在這個時候用了出來 真是何以致用 春生棍聽他這番說話 不如在雙眼之中亮出奇光 怎樣點頭 萬先生 真是浩傑 王烈服了你 人是 方唱馬上自動請英 這件字小人會去辦 韓少龍看到心中暗笑 這個方唱已經在船上 和人暗算過他們一次 現在當然叫李闖雲 請齊高手和他們打場硬仗 但是由於他們之中有莊夫人和莊寶儀 這兩個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在 就算李闖雲有多少家將 也都絕對不敢以中寧寡 一對一的時候 哼哼哼 那他們用什麼害怕 田王府位於秀春的內城中心和皇宮隔離 整條街不是外國事節的賓館 而是諸侯國的韓府 所以田王府被李闖雲強佔這件事 造成莊家奪回自己府帝的聲勢 一極以來 楚國的朝廷都推斷說 李令謀反是田國內部的事 和楚國的朝廷沒有半點關係 當然表面上也不會承認李令的地位 免得惹起其他諸侯國的反感甚至叛亂 如果那幫諸侯國歸附巡廣 那楚國馬上會失去西南屏障 國勢危險 所以因應種種形勢 項小龍決心要放手大幹一場 第一個開刀的就是李闖雲 由於不能真的動手殺人 所以項小龍由春生軍那裏 拿了批重木棍 藏在莊夫人的車底 這樣才浩浩蕩蕩蕩 向著田王府進發 來到府門之外 只見府門大開 有兩百多吳武士 在府門前的廣場排好陣勢 迎接他們的四十幾人 其中還有府如西路 這個時候剛剛好是中午 街上行人眾多 更加有些住在附近的公卿大臣 又或者是來吊製孝烈王的各國使者 還有諸侯國的人都大有人在 見到田王府前面這樣的陣像 人人都在外面看熱鬧 過了陣子就已經是人山人海 氣氛熱熱了 河小龍一馬當先 帶著眾人就要衝入田王府 有人馬上就在王府台街的平台那裏 攔著大海聲說 來人止捕 誰敢連鎖我們的府邸啊 河小龍這樣先 萬條私利這樣 站著馬 見到對方的二百多名武士 好像把線暗散開 包圍著自己這邊的人 封擋了自己所有的進退之路 主力當然是集中在大門口的地方 攔過頭看看 上面已經換了李寧韻府的大華眼 冷笑聲說 短個人 強佔了我們田王的府邸 和我萬歲光 奉上命愛 李闖文穿著一身武士服 本來的樣子很有威勢 可惜一面俗氣 雙眼若不合比例 非常細小 聽到萬歲光 即是河小龍這樣說 首一戰兵哈哈大笑 真是好笑 田王不懂治國 將五年前被當地民眾殺死 在哪裡又找這個田王出來啊 哈哈哈哈 河小龍一聽過這樣說 更加放入心頭大醒 就算李族的人都不敢明目張膽 承認里令繼位 以免造成眾諸侯國一起作反鞋 發博可收拾的局面 這個時候 莊夫人他們留在車內 由紀英賢 趙志兩人貼身保護 莊孔負責首衛馬車 用力動起手來 再無後顧之憂 河小龍雙眼寒望一閃 大學生說 好膽 我家儲君在此 誰夠膽說田王不在這 你這個強占田王府的狂兔 夠膽跟我們大王坐前理論 向楚王親自檢認我們的國曬民宿令父 敢亦足以證明 我們儲君可以做田國之主 那個李闖文靈笑一聲 你先是狂妄之徒 誰知道你是不是練神賊子 搞假證物來招言撞騙 快點給我爛出去 要不然我就孝斷你的狗腳 街上聽到這番話當同一片蛙眼 旁觀的人 都對李闖王這麽橫慢的行徑表示不滿 可見這個人 平時一定吵吵吵吵吵 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所以個個都不幫他 河小龍一見這個形勢知道是時候了 特地扮膽地說 你既然不相信 我現在就當天面見太后大王 求歌到你 李闖文見到他上宿沙 得罪又怎肯搖人 大小聲說 就得這麼容易 等我將你們綁去見太后 哈哈哈哈 河小龍特地要擊李闖文動手 他早就知道這個人不會輕易罷休 更加知道 他聽到自己剛才說 手上有國曬令府 當然是想搶走過去 等李令到時候更加明正言順 他爛射聲 打出手勢 這個時候 李府那幫武士已經開始向他們逼近過來 呼呼他們一見到河小龍的手勢 馬上馬車底抽出長棍 迅速拋出國人手上 李闖文一見到他們有備而禮 這樣才知道有些不妥了 但是仍是恃著自己這邊人多 大開聲說 動手 他不用他講 河小龍一接到那條長棍 即時奉一件外婆 露出裏面一身武士敬覆 學想前輝軍 左挑右打 敵人守著長棍馬上被他打了幾把 慘叫聲中 衛上來那群武士 在一群鐵圍的反擊之下 紛紛變成地狐狸 腳骨、手骨 斷到一連串聲響 旁邊那幾千迷觀的人群 大家都有些坐強扶弱的心理 又一向爭開的李闖文 嚇嚇罷罷 見到河小龍他們打到那群李府武士 走隔不透 一時間歡聲雷動 更加增添到河小龍這邊的聲勢 李闖文帶來這群所謂的高手武士 一向養尊處憂 再加上其他人 又欠於他們家族的聲勢 就不敢跟他們真的動手 他就以為自己真的很聰明 現在才知道 自己跟河小龍那群鐵位 有一段非常遠的距離 再加上河小龍那群重的長木軍 佔進長兵器的優勢 就算人數在對方十倍以上 在操守不及之下都馬上潰不成軍 河小龍和一群鐵位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將撲上來的七十幾人 全部打到跌在地上 然後報城鎮西 就向台街上的李闖文 還有百多名武士攻過去 李闖文哪想得到 萬垂軍居然這麼厲害 於是一邊趕著手向前衝 自己就慢慢向後縮 河小龍好像出閘萬福一樣 一路踩著跌在地下身淫的敵人身體 長軍一路橫掃千軍 當堂將兩人打到飛出兩將之外 一路上他們真是擋者闢義 不用一陣子 已經登上最上一級的台街 古書他們都大叫過癮 見人就打 衝上來的人 不是腳骨折斷 血流滿面 像其中十幾人被人當場打到半死 那幫武士平時雖然惡慣 但是哪見到真正的惡人 和這麼凶狠的打鬥才能打 一見到這樣 世識不對就紛紛散開 李闖文見到大驚失色 在十幾個家政的護送之下 馬上就退入府內 河小龍身腳一撐 撐結了人之後人並合一 好像船風一樣衝入大堂裡面 這個時候 府外跌低了至少過百名的李府武士 李闖文一轉身 河小龍 烏書烏光烏延著 驚奇他們 已經隨影而知 氣勢而恐 在李闖文身前 滄亡暴陣那十幾名武士 被他們減瓜切菜地打在地上 李闖文當堂整個外勢 手裡面雖然抓著長劍 但都不知道應該上前動手 因為就這樣投降算 河小龍收軍而立 微笑著說 原來不單是一狂兔 還是淡血之輩 李闖文當堂年色變了幾遍 想動手 但是知道自己送上去 只會爭埃打 終於把人撐一聲插一聲 插一把劍就說 我是大楚令雲 你你你你你你你這個 粗野匹夫 夠敢動個半條頭髮 哩! 河小龍兩得口水 打了手勢 兩條木軍 啪! 一齊打完樓 當堂指定一陣不折聲響 李闖文慘的聲音就跌在地上 河小龍說 將所有霸佔田皇府的狗賊 全部都給我扔出去 那些鐵衛大聲答應 將那些跌在地上 好像死舊一樣的 衛士和李闖文一 一個二一個 把他們扔出府外廣場之後 收復了田皇府 接著發生的事 連河小龍都感到意外 首先祝賀的是春生軍 然後走來田皇府很久的武士 被捕一齊趕回來 然後各個諸侯國 以及來調製孝列王的各個代表 以及一向崇敬莊家的名將大臣 都趕來祝賀 令莊夫人和河小龍為了應酬接見的人 忙過不停 黃昏時分 太后李煙煙也有指意到 要召見莊夫人和莊寶儀 但是沒有包括河小龍 河小龍知道他做勢成功 放心讓莊夫人母子 在春生軍陪同之下入宮見李煙煙 和那個只有兩歲的小儲君 幸好 苦內還有尤氏姊妹在陪他接見客人 以免露出馬腳 正當他忙到溫頭轉向之際 突然聽到下人一來稟告 魏國龍陽軍求見 河小龍一聽 好高興 即時叫尤氏姊妹 繼續應付其他人 就派人將龍陽軍引入內堂 龍陽軍 一瞬間猜不到自己居住一個這樣的禮遇 只是不知為何的時候 一見到河小龍 整個人剛剛過了海 河小龍就大笑 哈哈哈哈 今次我又騙到你了 龍陽軍 當堂雙眼都不敢相信 抹到好大話 你是河小龍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龍陽軍睜大眼 他簡直不可以相信自己居住 你是河小龍 河小龍拉著他坐下 哈哈 不是我是誰 哎呀 真是沒有 你知不知田丹來這裡 河小龍含笑點牛 龍陽軍嘆了一口氣 哎呀你的本事真是厲害 先扮董馬癡 現在又變身成為萬歲光 搞到我呢 還說你擔透了心 三日之前 我見到田丹這麼風光地坐在 楚國王宮裡面 還以為他殺了你 連河小龍都說了一口氣 河小龍就說了一口氣 麽不知為何 他真是全心全意地相信龍陽軍這個男朋友 龍陽軍聽到田丹用替身走到這裏 才點一點頭 他說 不怪得 樓氏兄弟和彈楚他們一個都不見 你可以嚇到他不風光地撩走 都是足以自豪的 軍上你是否來參加孝烈王的喪禮 名義上是這樣 實際上是希望可以在田丹手上 將楚人爭取過來 當然我們也知道 田丹理員和呂不惟 已經定下物約要掛分天下 軍上 只要你幫我殺死田丹 他就一切都迎刃而解 龍陽軍想也是道理 點一點頭說 如果你真是能使田國的小楚軍復衛 這樣就可以牽制楚廣 使得楚人不敢有異心 不過事情還是很複雜 最後我們依然要面對你們巡國 唉 我們既是有幼是敵 又是矛盾 康小龍說 以後的事 以後再算 如果不解決呂不惟的陰謀 馬上魏國就要大磨臨頭 所以殺田丹 對你我也有利 天下間只有康小龍 是我不可以拒絕的 遲些恐怕你還可以見到很多老朋友 韓國當然是韓廠 對嗎 對 不過韓廠這個人不是這麼靠得住 你最好不要讓他知道你的身份 如果不是 在有些情形之下 他會出賣你 對 照那點 龍陽軍說 他已經跟你派來的人回去咸陽 這件事曾太子出了很多力 因為韓正始終不肯放過他 女人妒忌起來 的確不顧大局 其他國家還有什麼人 趙國來的是國開 這個家夥現在好得細 又會搞鬼搬弄是非 我們臉婆很快就尚未不補了 韓少龍只要這樣說 背後一定發生一些事 才可以這麼肯定 但是 這個也是愛莫能助 龍陽軍跟著說 燕國來的是太子丹 但現在還沒有消息 真奇怪了 韓少龍也覺得很奇怪 如果太子丹的人 用快馬經過魏國邊境 來仇春報信 至少會比自己快多十幾日 沒理由現在還沒有消息 那秦國有什麼人來呢 龍陽軍就說 秦國一向和楚國的關係都比較密切 現在大家又相安無事 當然會派人來 不過奇怪的是 派來的人不是呂不韋 而是左乘相隨先 韓少龍一聽就當堂心中劇震 他想起那次 呂不韋派自己出市 帶你中途就報到復兵來劫殺自己 這一次派出徐仙 會不會又是故技從師呢 龍陽軍一看他的面色 說 有什麼問題呀 為什麼少龍的面色這麼難看 現在我還不知道什麼事 軍上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看 查徐仙是經什麼路線來的仇春 這件事至關重要 龍陽軍給他一點 馬上明白過例 當堂面色一邊 哎呀這件事我馬上派人去做 如果他們經魏國多久來的 我一定派軍保護他 呂不韋這一著真是毒呀 一定是教我們大魏的陰謀了 漢少龍反而沒有想過這一點 徐仙要來仇春 不愛乎 要是經韓國 要是經魏國兩條路線 如果呂不韋派人 在任何國家刺殺徐仙 那我們掀起軒然大波 呂不韋可以乘機對付韓國或魏國 想不到莫無死了 雷不韋還是這麼厲害 這個時候大家都沒了心機 龍陽軍衝衝而去 送走所有奔俠之後 漢少龍正想休息一下 突然間莊孔過來請漢少龍過去 說莊夫人回來想約他見面 漢少龍見到莊夫人的時候 見到一個身腳燕美長垮 在衣裙上 被裁成幾片三角影 疊疊相交 盈餘燕美 他樣子都不知幾句風情 神彩飛揚 一見到漢少龍便說 撤身其實早就回來 但是我想沐浴更衣之後才來見你 聞到別人身上沐浴過的香氣 說完之後輕巧轉身 將玲瓏的身段在漢少龍面前展現 漢少龍心想 這些田南土族的女人一定是特別開放 又是男人來又既直接又大膽 同時也知道她感激自己 所以更添愛意 微微一笑話 看夫人你的樣子 我就知道今次楚國皇宮之行 太有收穫 我有沒有說錯呢 莊夫人很嬌美地看她一眼 走到她身前 突然間 她一對肉手按了心口說 少龍 你見到別人的心跳加速了 漢少龍當同感到很尷尬 莊夫人這樣才放開雙手 走開兩步說 你真是名不虛傳 只是搶回王婦這一著 馬上震動了整個壽春 現在再沒有人敢看小我們的亡國婦孺了 那些諸侯國都表明立場 支持我們復國 現在唯一的障礙 就是楚王朝廷 康小龍來你的身後問 李煙煙對你的態度怎樣 我本來以為李煙煙是個很厲害的女人 但出乎意料之外 她給人一種很溫柔多情的感覺 還有一種說不出的哀傷妻嫌 真是絕色的幽默 可以和你們幾才女相比美 而我更奇怪的是 她在春生君和李煙之間 似乎更傾向於春生君 真是令人廢解了 康小龍聽到不敢欣慨 李煙煙原來是我見猶年的女人 莊夫人另轉身 嘴角帶著迷人的笑容 而眉沙眼角她是個無盡的春情 李煙和春生君對妾身的身體都很有意思 你說我怎樣做好呢 康小龍聽到苦笑 夫人你想我給你一些什麼意見 你這個人這種男人的罪念 我早就見慣了 如果不是遇到你 我一定也只能用身體去換取他們的支持 但現在我想先聽你的意見 除了你之外 再沒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切身所有的信任 康小龍聽到這番話 想到她是否在迷惑自己的時候 莊夫人已經走向前看 撲入懷抱中用盡力地抱緊她 抱抱我吧 我需要一個男人強力的支持 你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這位身份高貴又千嬌百味的美人 頭懷鬆抱 如果這樣也不動心 那當然是騙人 康小龍即時把她抱緊緊 很愛憐地跟她同盟了一番 然後才說 夫人你不用這樣 就算我們沒有什麼肉體的關係 我也不會涉嫌 一定會幫小王柱登上王位 你以為撤身當的是其他男人嗎 你錯了 我現在每晚都只是夢見你 可惜我們最多只有一段情 王兒一登基 就要和你分手了 一想到這裏 我就覺得這輩子都沒什麼趣味了 唉 說到這一句 她很神傷地離開了康小龍的懷抱 在她旁邊坐下說 現在李煙煙已經確認了我和王兒的合法地位 但是李煙呢 她說強秦壓警 不肯出兵幫我們兩母子 春生軍都不知道是不是怕了他們呢 都不知道多麼曖昧 總是不肯出聲 其他人呢 把口說支持 但有什麼實質的行動呢 所以我們兩母子還是要靠少龍的 漢少龍就說 我在蟲楚邊境 有一支實力非常強大的部隊 到時候可以扮成田人攻入田京 但如果我殺死田丹 就要馬上秘密撩走 否則很難以離開仇春 現在李煙唯一對付你的辦法 就是將你們軟地坐過仇春驚城 既可以得到你的身體 又可以拖著這件事一舉兩得 哎呀我反而沒有想到 那怎麼辦呢 你現在最緊要的是 要扮到一定要由楚人元首 不妨對李煙和春生軍都毀語虛蛇 但在乎如果沒有他們出兵 一定沒有辦法的樣子 這樣就可以騙到所有的人了 你…你是不是要暗示我要犧牲自己色相呢 本來我都是打定這個主意的 但有了你我又不想這樣做了 韓少龍看到他對自己的確是動於真情 自己又風流慣了 因此又疼了兩口才說 對於好像李煙和春生軍這類的男人來說 凡是得不到的東西 這樣才是最好的 所以你對他們要欲他還應若即若你 等他們心仰難咬的時候 我們早就離開了壽春 如果我坐黃大臉之前 散不死亭丹 就唯有放棄全力幫你復國好了 莊夫人看著他 雙眼露出很迷惠的神情 越跟你在一起久一點 也越覺得你厲害 但偏偏你這個人情深意重 小龍啊 人家這麼容易被你得手了 那你會不會看不起我呢 因為你說過得不到的東西才是最好的 韓少龍心想 唉我都未跟你上過床 那怎算得手呢 拆把嘴當然不可以這樣說 他說 在小柱軍復國之前 我們不可以有什麼肉體關係 否則我們會沉迷肉海之中 很容易耽誤正事 我們只有互相克服激勵 這樣才可以成其戒業 你這個人 你自己房中有兩個美女 那怎算是克服激勵 用來形容人家就差不多 韓少龍聽過這樣說 即時封著嘴唇 同文的翻 才放開他說 女人如果男女支持得到滿足 在神態上會被李元和春生君 這些花蟲老手看出來 那時候夫人難以言動手段 這件事相當微妙 夫人 你一定要聽我終告 莊夫人聽過這番說話 這樣才驚醒 撤身明白了 但是 不要忘記你的樂言 復國之後 我絕對不肯放過你 漢少龍又跟他略作前面 這樣才回到自己的院落 這時候 他心裡強烈地想起幾千賢龍趙姿 只有他們 才可以醫治 他被這個 莊夫人飄起的肉火 第二 龍陽軍急急地趕來 徐仙那邊 他已經派人前去探聽消息 和通知魏王 如果徐仙經過魏警 就派軍隊去保護他 另外 又帶來了田丹的消息 但是這個消息又不太好 原來田丹 防住 漢少龍會派人來仇春刺殺他 所以一早就住在皇宮裏面 而且 和李源住在兩格里 不單止防守嚴密 而且深居簡出 平時想見他一年都難 你說萬一他住在楚國皇宮裏面 更加難以查清楚 不過一時間 他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 可以刺殺田丹 龍陽軍也為了告辭 先走了 他一走 李源和春新軍 就一起到了 漢少龍當然有得莊夫人去應付他 不過 還未回到幾煙然房裡 莊孔過來請他出府相見 漢少龍就知道避不過 只是硬著頭皮出去 一走進大廳 他馬上就改變一向行路的姿勢 跟著 又用那些 帶著很重的 田國厚音的楚國話 和李源以及春新軍 打了招呼 李源見到他 留意地看著他兩眼就說 哈哈哈哈 萬將軍果然是非常人 難怪一到壽春 馬上就成為家餘戶曉的人物 漢少龍還禮之後就說 比起軍相和泰國舅 我萬垂光 最多是玩阿霞 泰國舅客氣客氣 莊夫人見到李源毫不懷疑 即時放心 泰國舅今天登門造訪 原來專門是要見阿瑞光你的 現在 河少龍心想 你兩個人哪會專門看我這個大男人 找藉口 和你這個萬中無者的女人親近至對 於是 含笑坐下 李源深深地看著莊夫人一眼 又轉頭對河少龍說 萬將軍 那是田南榮將 不知道對復國這件事有什麼大計 河少龍在這時候 一直都留意莊夫人的動靜 見到李源看他的時候 莊夫人有些慌亂和下意識的低頭 他心暗暗叫閉 直到李源 憑著自己非常英俊的外形 以及充滿了魅力的談吐和風度 已經使得莊夫人心中大亂 所以才舉止失常 於是他就說 這才是我們來仇蠢的目的 如果皇上能撥一批軍馬給小臣指揮 匪一舉破賊 收復天國 春生軍肝揮一聲 這件事還要從長計矣 由於先王身喪 儲君年紀常有 等大念之後再作決定 皇妃和萬先生 希望能夠體諒其中情防 韓少龍心想 有一段這樣的時間最好 又見到李如用眼神挑逗莊夫人 而春生軍 假裝沒見到 李源向莊夫人 展到一個非常好看的微笑 原來說 太后對田王妃一見如故 加上先王大念之前 心情困苦 叫我來邀請皇妃和小柱軍 去宮內小主 亦可以使我們一盡地主之儀 韓少龍聽到大吃驚 暗喬不妙 如果被莊夫人和莊寶已住在皇宮 他們要出來 就不由得自己作主 而且憑李源的手段 莊夫人手掛那麼久 要被李源得到他 真是易如反掌 那時候會有什麼後果 的確難以抑料 他想莊夫人打這個眼色 莊夫人會議 抖低頭就說 太后的心意 清我心靈了 清我那是亡國之人 一日國家未復 都難消受懷 我又怎敢用自己這副仇容 去服侍太后呢 希望國口爺 可以用太后陳雪苦衝 李源聽到當堂出不了聲 並且點頭表示同意 春生軍顯然 亦是在打莊夫人主義 即時說 王妃不如來我府內住兩天 免得在捉景相情 只要等先王入土為安 一切如上 本軍一定會全力支持小儲軍復衛的 莊夫人一聽這兩句話 當然明白他的含意 想起韓少龍說 要欲他還營 於是 先嬌味地看了春生軍一眼 然後倒下頭就說 過了大點之期再說 奴家在來仇春途中小病的一場 現在身體還未好 希望他休息幾天 讓身體再說 他那副我見尤年的神態 連韓少龍都覺得整個人心頭一熱 更加不用說 蠢生軍和李源這兩個花蟲老手 美女 特別是還未得到手的美女 他的魅力 真是沒有男人可以抵擋得到 李源當堂很關切地說 一會兒我就找最好的御醫 來看夫人看病 好嗎 莊夫人推遲不了 只要答應 春生軍和李源都找不到藉口 或者起身告辭 韓少龍剛剛要鬆一口氣 李源親意抓著衣服 還未好好和萬將軍聊天 不如去閉府吃一頓便飯 韓少龍聽得真是又驚又喜 高興的 是終於有機會去宮海 說不定 所以打探到田單住的消息 怕是如果沒有莊夫人在身邊照應 自己不知道會不會露出馬腳 但如果自己想推躺 推躺不掉 不過不明白李源為何要籠絡自己 馬車內 所以 漢少龍和李源向春生軍打招呼 等春生軍走了之後 李源迷你一笑話 萬兄 你對你們復國 覺得有幾成勝算呢 康小龍的虎士說 全國本院的時候 我們莊家萬家 救得出的就是這麼多人 雖然說 各族都希望我們回去 但由於李令 有野狼人撐腰 如果沒有外援 我們成功的機會 那樣子 李源迷你一笑話 李源迷你一笑話 李令我早就看他不順眼 雖然大家都是一族人 但我和他一些親情都沒有 得到田博之後 他還四出派兵佔地 真是郎子野心 路人皆知 不過 如要太后點頭派出大軍 那樣不容易 何況田地實在太遠了 如果不能一下公黑田經 戰士一拖下去 就會形成亂拱 巡人亦乘機東侵 那對我大左就很不利 康小龍敢先仿然大悟 知道就算在李族之中 也至少分成兩個派系 抖戒承訴令他們 應該就是支持李令那派 看來李源 亦沒有把握說服過妹李煙煙 可見李煙煙 正是秉承孝列王的為止 希望他的李令 將諸侯國修復 重新踏入楚國的版圖 但李源看穿了李令的野心 他另外想自己樹立自己的勢領 對李源當同構成威脅 原來過終情況更加複雜 不過這些就不是康小龍能夠想像 康小龍越來越感到 有些事表面看上來 和真正的事實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李源看到他整個外勢 還以為他感到復國的希望越來越渺望 所以才默然神傷 握著他肩膀 扮得很狠切地說 說起來 萬興或許不相信 其實現在反對出兵幫你的復國 最大人就是春生軍黃鐵 漢小龍聽到不如都失聲驚跳 什麼話 所以我說萬興很難相信 現在形勢與以前不同 諸侯國都勇兵自重 王領難行 朝廷有邊場莫蓋難以討伐 所以春生軍才反對貴博復為 泰國求你真是坦白 是 但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諸侯國已經是既成事實 如果硬要削他們的位 只會增加叛亂 最後不單是勞而無功 反而會培植出 好像理念那麼多的身勢力 所以 對於貴國復國一事 我是完全支持的 漢小龍聽到這樣說 反而相信了他的說話 因為春生軍的食客方卓 將莊夫人梁母子黎壽春的消息 通知成蘇嶺 如果你說沒有春生軍背後點頭 方卓怎敢做這種事 春生軍看來 表面上做好人 其實暗中正在扯莊家的後腿 但李源也不是心腸好 只不過因為某種原因 李燕燕現在似乎比較傾向於春生軍 甚至李氏一族之中 也有人站在他那邊 使李源感到很大的威脅 又見到他萬歲光英雄了得 所以才想拉攏他加入李源的陣營 背後 或許還有很多其他厲害的陰謀 漢小龍心想 現在這兩人 都各有一副奸惑土場 但是 到底應該靠向哪邊的陣營呢 就要看自己現在的心意 好 就要買賣李源吧 他把心一橫說 其實我們泰國舊的說話 甚順卑 因為 在黎壽宗的途中 我們都幾乎是奸人所害 於是 他就將承訴令 怕人假扮船夫 然後 要謀殺他們的事情 就說了出來 李源聽過非常高興 各位 肉質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 上回我們說到 漢小龍將承訴令派人假扮船夫 以圖殺人葦璇的事說出來 還點名說 他們已經探聽到 這件事 背後主事之人 其中有一個叫做方搶 正是春生軍門下重要的食客客卿 李源聽過很高興 那我就不用多費唇舌了 萬卿如果肯跟我合作 包你可以復國 但是不知萬卿有沒有這樣的膽量 康小龍還不是深知肚明是甚麼回事 為什麼昂然說 那件事只要能使我們復國 赴湯動火 萬卿在所不計 好 只要殺死春生軍 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康小龍一聽這句話 馬上想起當日信寧軍 曾經哄刺行刺魏國國軍的事 唉 想不到這次歷史又再重現 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入了楚國的皇宮 這個皇宮的規模 在康小龍建國宮殿之中 僅似於咸陽皇宮 但是首謂的深言 他是由有過之 工場長高三丈 四面裡有一座非常精巧的角樓 場外有護城河 環繞維護寬達五丈 水清見底 最厲害的是 在河心 又高出水面的尖木莊 想潛遊過去都很難辦到 工內的佈置比咸陽皇宮更加雅致 裡面既有花石如池 小橋流水 又有參天古樹 貴麗堂皇 而裡面的每座宮殿 都有楚國中的神話人物為名 好像火神、刑神、師命、方烈、巫女等等 一路聽李源介紹的時候 康小龍印象最深的是巫女殿 只聽到這些名字 已經知道楚國是諸侯國國之中 最有創造力和最有浪漫感覺的民族 其他國國都不需要想到這麼大膽創新的殿名 同時他們都想到 剛才李源提出一定要殺死春生君的話題之後 跟著拆開話題 似乎要給時間自己消販這樣的提議 不過李源亦都是不安好心 因為春生君掌權禁台 門下又有幾千石刻 在諸侯國之中更加有很高的威望 各方面都是殺力洪厚 根深蒂固 李源要在楚國真正掌權 當然要殺死他 但是如果自己動手 說不定就會惹出一場大的動亂 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替罪高揚 那個人最適合就是自己 自己一來到壽春 馬上又用強硬手段 趕走霸佔田王府的李闖文 完全都不顧後果 這一著其實自己是之前想後已經度對的奇兵 但在李源想來 他是覺得自己有勇無謀 如果李源能夠趕自己去自殺春生君 之後當然可以將罪名全部擁在萬歲江身上 同時也要化解莊家要求復國的圖謀 甚至順手還可以將莊夫人據為己有 正所謂一石三鳥 你的頭是夠毒 站在楚國的立場 誰希望借李令的手段 將諸侯國擺平 將土地重新納入楚國國土之內 這樣看 李源春生君和李令都是蛇鼠一窩 只不過是膚淺莊夫人這個美人 想得到他的身體 李源的學識顯然非常廣博 逐一為他介紹電名 所代表的神靈傳說 譚吐高雅的確引人入勝 難怪莊夫人 雖然他心已經綁在他項小龍身上 也明知李源不是好人 但對他始終有點情難自禁 當項小龍來到李源在皇宮內的虎弟大廳坐下的時候 李源更加把項小龍當成家人兄弟 說話談刀親意都不得了 他們一邊擺開酒菜吃飯 一邊李源口角生風 不斷地問起田地的情況 表示非常關注 幸好李源對雲南這個地方 比項小龍更加不清楚 答不到的時候 項小龍隨口偏了奇異的風俗來膚顯他 也沒有什麼破綻 當然自己接受軍訓的時候 曾經去過中國的不少地方 加上自己在中學和大學也學過地理 對於中國的土地風土的認識 說起來都似無似樣 吃了一半的時候 門衛忽然品相說 太后嫁到 項小龍嚇了一跳 剛剛要迴避 李源不方不望 先叫人搬走酒菜 然後扯著他 逛到一角邊的屏風說 萬兄你躲在這裏 當我問起有關 要幫你復國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偏過從中作緊了 項小龍聽到覺得奇怪 太后指導 我你是屏風後面偷聽 那是怎麼辦 你放心 社會跟我聊天的時候 不會有其他人在這裏 如果有什麼事 我會一力承擔 不會使萬兄受任何委屈 他記緊 你最好只是聽 不要看 上次扮董馬遷 自己要扮粗豪大漢 今次扮萬瑞光 這個李源 又以為自己有勇無謀 黃小龍也沒辦法 只要接受他這麽荒謬的安排 過了一陣 只令了一陣環佩聲響 李煙煙終於到了 接著 只令一陣關門聲響 果然 所有的公俄士 都退出他 由於 項小龍聽過龍陽君和莊夫人的形容 李煙煙 煙飾 可以比得上最煙煙 哪裏還記得李源的吩咐 立刻用雙眼在屏風的那裏 到外面一望 嘩 是 他馬上呼吸都幾乎停頓 因為他怎樣都不相信 會有一個無論壽麗氣質 都足以和幾支年紅琴青匹敵的美女 就這樣站在自己面前 老實說 如果論清手 那 似乎 紀煙煙還要領上去半仇 如果論高貴典雅 他又比不上琴青 但是李煙煙 他就別有一種 鬚在骨子中 楚楚動人的氣質 他就這樣站在大廳中心 瘦眉輕節 只要是男人 馬上就會有一種 要將他湧入懷中輕憐物愛的強烈衝動 他正是那種 男人見了他 就想拉他馬上登床尋歡 但又不忍心少加傷害的 傾過傾成的可人耳 莊夫人說得對 在他輕易脫俗的面容之上 始終都籠罩了一種淡淡的哀愁 似乎這個人世間 再沒什麼事可以令他快樂 李煙煙動人的身體 配上奉冠霞衣 更加使他一種 超乎眾生壇耳攀折高高在上的先知美態 啊 雖然漢少龍已經有了幾煙煙 趙志烏亭芳這些美女 就算有像莊夫人那樣的美女 來挑逗自己 只不過不是那麼容易動心 但是他現在卻感到 如果李煙煙肯跟自己上床 漢少龍肯定自己馬上會付諸行動 這個時候 李煙來到他身後 很溫柔地看他脫下一件愛譜 露出刺繡精美的鳳紋 連身的垂地長裙 更透露出一股非常高貴華美的姿態 當李煙的手指碰到肩膊 這個貴為楚國太后的美女 明顯地整身震一震 倒下頭 神色的非常古怪 漢少龍的心一震劇震 咦 難道他們不是親兄妹 但如果不是親兄妹 又怎能騙得到春生君呢 好像李煙煙這些舉國文明的美人 想冒充都冒充不到 提哥 你怎麽在這裏 我約了獸兒來看最新的刺繡 哎呀 李煙煙的聲音非常膠甜清脆 他不單是肢體容貌 連聲音都是感動人 上天殺了太厚待他 漢少龍經過這麼多年的憂患經歷 就算對著莊夫人和瑩瑩 都能夠好像路增入定一樣不動心 但現在心神已經被李煙煙全部搶去了 同時他仔細地想想 李煙這麼想得到紀煙煙 是否因為只有紀煙煙 才可以替代李煙煙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呢 難道他們兩兄妹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關係 在這個時代 一夫多妻是非常當然的嫉妒 有些身份的人 女子嫁給他們的時候 她的姊妹甚至嫉女 有時都會跟上去 和新娘做妾侍 更加不用說陪家的婢女 所以多妻的家庭非常複雜 很容易發生骨肉傷殘之事 也很容易出現亂倫的行為 李煙和李煙煙 很可能是李氏大族之中同父義母的兄妹 所謂狼才女貌 再加上李煙的狼子野心 想借李煙煙 來從屍類不畏的詭計 還要哄春生君 以為自己暴都未老 萬年生子 再轉嫁給孝烈王這個胡桃鬼 孝烈王一見到李煙煙 可能連老豆姓什麽都不記得 就更加不會想得李煙煙同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